便利超商旁聚集了满满人潮 常常人籠绕了一圈又一圈 还有妈妈大热天背着婴儿 又牵一个小孩一打二都要来排队 可见这鸡排的魅力真的无人能敌 大伙一续排队等的是这个好味道 众所期盼香喷喷鸡排登场 很香 很香哦 对 很香吃 原本也是想说看到新闻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对就想说来看看 结果真的有 重点不是鸡排好吃 好吃的原因是这份鸡排是免费的 原来是有网友在脸书社团发文说 新竹县府周三如果有放台风价 要发100份免费鸡排 当时贴文一小时累计超过1500个赞 超多网友在底下留言卡位 本来一度以为是诈骗 但意外调出炸鸡排业者说 已经收到汇款了 一个个香酥鸡排出炉 周五下午2点半准时发放 现场人潮大爆满 还有人帮忙发号码牌 晚来的只能闻香 12点排到现在 赔两个半小时 值得很开心 因为大家很多人好热闹 大家边排队边聊天 又交到朋友了 交到爱排队的朋友 没看错秀出台铁车票 这位老兄早上10点多 从板桥搭火车 花了约一个小时到新竹 光当趟车票 161元早就超过鸡排的价格了 不过他说下来是交朋友的 打赌新竹献放台风价 网友说到做到 豪发100份鸡排 不过业者私下透露 发文网友身份 疑似遭到贸用 但因为有收到钱 还是出来发鸡排 不让这份美意被浪费 允许运黄周康新竹报道